首相拿杜斯利安华的中亚之行来到了最后一站 也就是乌兹别克 双方同意和我国的顶尖大学携手合作 在当地实施联合教育计划 进一步促进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 首相安华和乌兹别克总统米尔纪约耶夫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提到 大马将为乌兹别克提供英语教师 确保人民的英文水平符合国际教育标准 并且能够获得相关的证书 两国领导人也针对马来西亚技术合作项目交换意见 双方承诺未来将通过教育、科技及能源、化学工业 清真产业和旅游等等潜在合作领域 开发人力资源 此外两国的大家长也针对阿富汗克提 表达了一致的立场 保证不会边缘化这个国家 并且设立人道援助中心 继续为人民提供援助 阿祇